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DC DC的本质属于左侧交易 因为在交易原则上它是属于半主观性的操作 需要同打板一样满足一定的基础条件 我们才可以进行操作 需要满足的前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是DC点 第二个是市场活跃 换手率高 DC点需要满足的是 它已经是完整的回踩完毕阶段 这个在筹码置评内容有讲到过 那么第二点 如何判断市场活跃 我们可以通过上涨数而下跌数的比较 正常来说1.5比1 就是市场活跃的一个标准前提 如果你想要利用具体数字的话 可以采用涨停加速达到40加 这样子来代表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 这也同样可以操作 换手率高 之前说过的10%作为我们的基础条件 讲完DC的本质条件之后 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交易技巧 交易技巧主要分为震荡式和牛熊式的操作 不同的试换有不同的操作策略 如果处于震荡式的话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 我们只做一种 叫做尾盘T加零 尾盘T加零比较好理解 就是在第一天建仓的时候 我们在临场期已经是做好了 底仓准备 在隔天直接选择出局 这种就是尾盘的DCT加零 为什么要选择是在临盘的时间进行买入呢 其实非常简单 对于个股来说 整天的波动是相当巨大的 但是到了尾盘周围的阶段 基本上90%以上的个股形态 价格形态都已经是定型了的 所以我们在尾盘买入个股 能够最大化的避免价格波动风险 同体在震荡式的情况下 我们往往低息成功的个股 理论上来说是具有的较高的溢价收益的 说完震荡式 我们来说一下牛熊式的操作 牛熊式的操作主要有龙头换手的二连板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提材形态发酵的初期 已经形成连板的个股 已经是激活了个股的个性 在连板的第二天 我们发现它是出现了平开 但是它跌不下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进行低息的准备 这种情况跟我之前在公众号提到过的绿道沟 其实操作技巧差不多 因为也出现了二连板的情况下 往往是在预判题材到了一定的停歇阶段 但是如果按照市场情绪走的话 往往会出现了二连板之后 还有二三四连板的情况出现 这种的话我们下面情况会说 余哥简单的两个例子给到大家 我们作为尾盘的T加零 吃班金算同样的一种操作 这种操作特别简单 就是在价格形成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进行操作 原因特别简单 这里资金有进行上行突破的缺口 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有的量能的支撑 而这里有的一个价位的突破 那么我们选择在这里进场 那么隔天很明显就能够发现说 它出现了一个资金意向 当然我们在隔天发现说 它的进盘阶段出现了测单情况 那么我们选择直接离场 那么我们的收益从35块钱到37块钱 直接离场的话也至少有6个点的收益 这个就是尾盘DCT加零的好处 再说一下换手二连板的操作 各国意见股份 这只股票的话 我们能够发现说 其实它并不算是平开 但是它对于整体股价来说 它的相差幅度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根据绿道沟的操作来说 发现它出现了连板含行之后的下跌 出现了什么?下影线 绿道沟有时候也可以用上影线进行代替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好低息的准备 那么在这低息的准备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18块 这一个地方17.8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阻力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我们可以后面作为行情突破的介入点 同时在低息的情况下 再发现了17块钱有一个价位支撑 价位支撑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旁边 是不是几乎发现说有了相应的一个支撑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后天隔天的行情 其实作为突破之后 刚才说到了17.5 那么突破直接就是什么? 一个暂停 这种就是龙头换手的二连板效应 讲完了这一个交易技巧 我们下面再讲其他的效应 作为刚才说过有二连板就有三连板 那么三连板之后是有冲高回落 注意我们做的都是情绪的回落低息 如果你想要坚持做打板的话 依据我们上期所讲的打板策略进行操作 那么三连板的冲高回落需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说 三连板的龙头冲击字板 它出现了乍板回落或者是冲高回落的情形 一个特点 它是出现了分时上涨半量下跌缩量 横盘无量 这种都是属于分时图的交易特征 因为三连板是往往是由于一个小题材 或者是支线行情的底部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分期行情 所以部分的短线客会选择离场 机构的资金会跟你说 我在这个部分需要进行停歇 停歇的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他仍是想要后期继续做高行情 所以他会选择在某一个位置进行低息息货 所以我们在根据这一个情况下 我们能够进行应接下来的低息 这种情况是非常好的二过三重机会 另外我们讲到的四板之后还有五板 但是正常来说整个市场的五板条件是比较少的情况 除非它是出现了特征的情况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选入我们的支权股 要知道四板成腰 所以在我们冲击五板的时候 其实整个市场都已经知道说这支个股 就是整个市场的总龙头 整个市场的情绪龙头 所以全场的人气相当的足 尽管是有空方的情绪杂盘出现 但是后面极度容易出现板包行情 因为增龙它并不是占于短短的 一个低开就可以结束整体的操作行情了 但是需要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满足的两个条件 就是市场的关注度是高的 而且股价是起稳的 股价起稳其实特别简单 我们可以关注到它的突破缺口 或者是说它的崩板情况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奔走三连板的华逊帆周 其实在盘中我们能够发现说 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 冲高 但是冲高之后我们发现 其实它下跌是什么 是无量的 那么无量根据我们上面所说到的 横盘无量 或者是下跌缩量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性的 DC 那么DC我们根据前面它开盘的时候 它的价位是在几块钱呢 是在8块钱 那么我们在8块钱这个地方选择DC 注意DC它并不一定说 我就是要当天的最低点 我们也可以同样选择 拆盘价位进行DC 这些完全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隔天我们能够发现说出现了一波什么 上涨行情 是吧 我们如果从8块钱我们涨了10个点 但是正常来说很多朋友在10个点的时候人就会继续持有 但是我们能够发现华逊帆周的关键点位是多少呢 8.9 对于盘面来说8.9 昨天也突破8.9失败 那么这一个点位今天又在进行了一波分版 注意它的分版情况是什么 一波比一波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 选择立场 作为短线来说尤其是DC 正常操作时间不会超过三个交易 这点大家需要非常注意清楚 那么再来讲一下这个特版的一个高开情况 那么这种的话其实在整个市场能够出现特停 或者是说手印的情况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以我们之前二三月份做到的这一支恒逊事业来说 其实它能够在整个市场做出一个 应跌的情况已经算是非常良好的了 因为整个市场当中几乎当时一个月当初两倍的含金是属于正常的 但是恒逊事业走出了三倍的含金 所以它进行一波DC之后的版报是特别容易做出来的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需要满足的条件 宇哥之前已经讲到过了 是什么满足市场的关注程度 股价齐稳说到了它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关键点位 你们看一下每一次它的上冲是不是几乎都是延续的 它的开盘程度过来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以后如果想要DC直接选择这个关键点位 已经进场 那么以上就是宇哥给大家介绍的 短线交易技巧 谢谢大家